各位同学好 那接下来我们来介绍 在ABC三点的向心力 以及在ABC三点的轨道给的正向力 这两个力是有可能会不一样 那在C点这边的临界 首先我们先讲A A点的临界速率 我们就是透过了正向力为0 只有重力作为向心力 这样的一个条件 去算出VA就是根号的GR 那刚刚说到怎么算出这个值 怎么算出这个数字 是由A点 它就是只有重力作为向心力 所以事实上在A点的向心力就是NG 所以在A点的向心力 就是NG 那在C点呢 我们利用力学能手横 算出了C点的速率 VC4 根号5GR 所以在C点的向心力呢 其实就直接把VC 代入MV平方除以R 那结果就是M乘上5GR 再除以R 就是5NG 所以在C点的向心力 所以在C点这边的向心力呢 就是5倍的MG 那同样的各位可以自己算算看 在B点的向心力会是多少 一样就只是把VV带入MV平方除以R 那VV在我们前面也是用力学能手横 而算出了在B点的速率 临界速率会是根号3GR 所以结果是M乘上3GR再除以R 结果是3NG 所以B点这边的向心力呢 是3NG 这样子 那如果要稍微的去用长度代表 我们稍微把3用小一点 1也用小一点 这样会比较符合 跟这个5NG比起来 就会比较用长度符合它的大小 所以向心力它就是C点最大5NG B点第二大3NG A点最小只有NG 注意哦 这是在临界的情况哦 临界的情况才是这样哦 什么是临界情况 就是到了A点 刚刚好要脱离 好 最后呢 是它的轨道所给的正向力 在A点 轨道其实就没有给正向力 这我们在之前讨论了 A点的正向力 跟轨道没有挤压 所以轨道不需要对它有挤压的力 所以A点的正向力 所以A点的正向力 是0 正向力不是正向C 那么在C点呢 这时候就要看看它受哪些力 事实上C点它受了两个力 一个是正向力 NC 另外一个是物体本身的重量 NG 这两个力合成以后 才会作为向心力 向心力是 可以有很多个来源嘛 有很多来源的力 总和以后 作为它在绕圆运动的一个向心力 所以向心力它会是一个合力 在这个指向圆心方向的合力 指向圆心方向的合力就是向心力 所以现在在C点 半径方向的这个力有两个 那所以C点的向心力 其实是由两个来合成 那所以呢 是NC比较大 去扣掉反方向的NG 结果会等于 我们刚刚所算出来的5NG 这么一来你就知道 NC其实是6NG 6倍重量 那再来剩下B点 B点的向心力是3NG 那B点的正向力呢 B点的向心力 就是3NG 那B点要不要考虑它的重量呢 其实是不用的 因为 它的重量却是跟半径垂直的 所以它对于这个向心力是没有贡献 半径方向是这个水平方向 对于B点而言是水平方向 但是我们的重量却是垂直 所以 我们的 B点的正向力 就刚好就是它刚刚算出来的 向心力 就是3NG 需要有这个轨道去顶住 物体 顶住这个球或是云霄飞车 在B点的时候 它顶住的力 是向左的 所以 C点是由NB提供向心力 所以NB就会等于F C就会等于3NG 好 这么一来呢 就解决了 千直面圆周运动的受力分析了 千直面圆周运动就是利用 在A点 灵界速率的情况下 跟轨道没有接触 所以正向力是0 透过这样子的条件 我们可以推理出重力作为向心力 重力作为向心力 会得到A点的连接速率 是根号GR 接着 再使用我们这一章节的力学能手横 去算出C点的动能 间接的推出C点的速率 以及B点的动能 及B点的速率 得到的速率之后呢 直接带入向心力公式 获得了C点B点的向心力 那向心力是由哪些力提供呢 在A点是由重力提供 然后在C点则是由正向力减去重力 来作为向心力 而在B点呢 重力在跟半径方向垂直 所以重力没有提供向心力 而是正向力作为向心力 而是正向力作为向心力 而是正向力的速度 为何要更加力的速度 在A点的速度上 在A点的速度上